HELLO 各位歐洲的朋友們大家好啊 我是肯倫,歡迎收看這支影片 今天影片的主題是要來介紹 肯倫認為的 V240 改版 十個你不可不知道的系統改動 讓各位看完之後能夠更快的上手新版本 而這次改版還有許多系統優化與改動等著大家去體驗 讓我們一起一探究竟吧 還有就是 HELLO 我想再次感謝各位 肯倫的頻道已經獲得5000訂閱的支持 只要達到1萬訂閱 我們就會抽出一隻小小師妹雙中萌獸 如果還沒加入可以立刻訂閱起來喔 這部影片肯倫有建立目錄 各位瘋友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內容去選看喔 那這次遊戲內改動的哪些部分呢? 寵物系統介面改動 首先介紹的是 我認為大家期待很久的改動 寵物介面改動 跟之前最大的差別就是 每隻寵物都能夠幫忙放兩個技能啦 這個功能大大的影響了許多職業 許多技能不用再手動施放 加上前次的改版讓無轉的共通技能可讓寵物施放 如實用的系列 彗星之眼 最終極速 戰鬥指令 騎擾等等 更讓此次的改動有更大的影響 內滅耀光的需求也降低 加上整個介面改的更讓人一看就懂 輕鬆操作 結晶石改動 這次改版將結晶石從原本一隻角色 一週可賣60顆結晶石 改動成 伺服器限定一週只能賣180顆結晶石 並且大幅調整了結晶石的販售金額 雖然韓版的浮動系統台版並沒有跟進 但是結晶石的金額大大的影響了玩家 從改動表中可以看到 混沌拉圖是以下的王金額都有20%以上的調降 而以上的王平均調升動輒50%的改動非常的恐怖 這個改動其實變相的希望玩家以更難的Boss去挑戰 越困難的Boss回饋更多 但由於後面Boss的強度斷層太大 往往花錢提升的傷害卻還是只能在普通史無帶米安的區間徘徊 對大部分玩家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地圖改動 這次的地圖系統新增了我的最愛介面 只要對長去的地點點選右鍵 點選登錄於我的最愛 該地點就會收錄在最右邊的我的最愛欄位裡面 以後只要擁有順一時的情況下點選 就可以直接飛過去 比起以前有些地點明明長去 卻還要慢慢的點進去 來的快速許多 傳授可裝備次數增加 這次版本將一天傳授可裝備的次數 從兩次改動成10次 是擁有許多分身的玩家一大福音 前4次的傳授都是免費的 第5次開始會需要收500萬 每多一次費用都要加100萬 其實不太便宜 建議使用前4次免費就可以了 有需要的話 跨片之後又是一尾活龍 無轉流程簡化 以往無轉的時候 格蘭蒂斯女神的任務 都要先解一部分的梅格奈斯前置 才能夠打簡單模式通關 這次的改動會讓你在跟 格蘭蒂斯女神對話完之後 自動傳送到簡單梅格奈斯的地圖 讓你快速完成 剪刀掉原本較長的劇情 更輕鬆來通關 背包欄位新增系統 這次的背包整理多加了新選項 在道具排列選項的最下方 多了排序鎖定解除 這個功能可以將你所選定的 道具上鎖在該位置 而上鎖的道具下方 會出現一個水藍色的上鎖符號 在之後要靠排序整理的時候 上鎖的道具就會留在原地 不再會因為按到自動排序 而影響到原本就排好的道具排列 而上鎖之後還是可以用滑鼠 拖拉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不用解除移動 非常方便且人性化的設計相當不錯 極限屬性與UI面板改動 原本的極限屬性 如果要打王或是練等時 常常需要花一千萬來重置重新來點 這次的極限屬性改動 是新增的兩個可套用的欄位 各位豐友可以自己設定每個欄位的功用 可能是打王也可能是練等 當你有需要轉換的時候 只需要花兩百萬套用到 另外一組設定好的極限屬性 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個系統不只讓玩家省下重置的大量費用 還有重新點極限屬性的時間 是對玩家非常友善的改動 而這次的UI面板 新增了道具掉落率與封閉獲得量 讓各位豐友可以更輕鬆的 去確認這兩個能力的數值到多少了 除了這兩個之外 還新增了一個功能 只要透過面板將滑鼠移置該能力值 顯示出來的資料裡面 會出現一個套用中的數值 也就是你這個數值是透過哪些部分獲得的 例如戰地、裝備、極限屬性、技能、稱號等等 讓各位豐友之後都不用再自己去計算 到底是怎麼稱的 UI面板一看便知 公會系統改動 這是在公會的介面新增的公會項目 其中進行現況是進入公會站個人模式的介面 除了可以進入任務之外 最上方還可以看到每週任務的資訊 而公會成員參與現況 是可以看到每個人參與的活躍情況 螢幕鳥籃 可以更方便公會幹部管理 接下來介紹一下各個公會站的改動 地下水道 只能單人入場 限時兩分鐘拼輸出打分數 週日晚上11點至週一凌晨1點無法入場 所以週日晚上11點前記得要打一場喔 旗幟戰 必須持有每週任務點數1以上才能夠跑旗幟戰 狩獵5000隻怪物等於1點 Boss點數80等於1點 每小時的30分鐘至32分可以入場 只會看到自己公會的人 每週日晚上10點半是最後一場 每週會更換一次賽道 有練習賽道可以跑 Boss改動 這次改版之後 Boss也有許多改動 原本普通女皇自動傳送的地點 修正到西格諾斯庭院了 且不需要再製作夢之藥 可以直接進入相當方便 而原本夢之藥所需的石頭也打不到了 原本的可以做紀念 再來原本會掉的神秘冥界 航海獅系列的武器、防具 與詛咒的魔導書都會變成選擇箱 接著是Boss新增的獎勵 普通史屋、普通戴米安以上的Boss新增獎勵 強力輪迴星火 最佳經驗值50%交換券 閃閃發亮的藍色青星藥水 閃閃發亮的紅色青星藥水 小型經驗累積密藥 大型Boss名譽勳章 簡單露西打、普通露西打 普通威爾以上的Boss新增獎勵 永遠的輪迴星火 普通戴斯克、普通頓凱爾以上的Boss新增獎勵 暗黑輪迴星火 困難史屋、困難戴米安、困難露西打 困難威爾以上的Boss新增獎勵 不會熄滅的火花 永遠不熄滅的火焰 永不熄滅的黑色星火 驚訝的混沌卷軸60% 視頻卷軸交換券 混沌戴斯克、困難盾凱爾 真希拉、黑魔法師 賽典以上的Boss新增獎勵 優質視頻卷軸交換券 優質寵物裝備卷軸交換券 優質武器卷軸交換券 太出之精髓 里程改動 里程改動啦 不用擔心這次改的不是可兌換的內容物 而是可獲得的數量有所改動 比較弱的王如大部分史物以下的普通王 都降成1點里程 除了普通謝格諾斯和普通梅格奈斯是5點 而大部分史物以下的混沌王都升為5點里程 除了混沌暗黑龍王與困難凡雷恩 整體看起來的話 獲得量是比較多的 可以更快的將里程收集完 兌換東西哦 但如果還是打不動的 可以找朋友或工會一起解哦 以上就是這次肯倫認為的 B240改版 10個你不可不知道的系統改動 當然改版的內容遠不只有這些 但這次只挑出對玩家影響較多的來介紹 如果各位風友覺得有什麼系統改動 也是相當重要的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一起討論哦 這部影片的資料來源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新風之谷台灣官方粉絲團 也會將連結放在資訊欄給各位參考 好啦 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們會比較好